最近上海的天气真的闷热蓝当 晚上下大雨 白天闷热 还是有点 甚至于有点黄梅天的感觉 潮湿闷热 但是这个天很快就过去了 但是你要说 很多人说妈妈叫你穿秋裤 到穿秋裤的时候也没到 现在也还不至于到穿秋裤 但是明天星期六超强冷空气来了 所以上海的最高气温将会比 今天一向跌掉10摄氏度 这就是过山车的感觉 滑一下冲下去了 你看全国范围内的降温 基本上大半个中国都处于降温的状态当中 所以你这个季节来讲的话 就真的是从秋 不管是秋还是冬还是春 一下就进冬的感觉了 降时度呢 这个对人的身体肯定影响很大 但是呢 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保暖是一方面 加强体育锻炼 其实是另一方面 那从全国的秋裤预警地图上 能够看到的是上海 你看上海是被划出来的 无需穿秋裤 那你还是可以一条单裤过这几天的 当然这个天气变化的当口呢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特别是出门的时候要戴口罩 这几天在地铁上已经感觉到很多人在擦鼻子 在咳嗽啊什么的了 心中有一种很不自然的感觉 而这个字呢 很有意思 春夏秋冬全在里面了 形容上海的某个季节 就是现在 你到底它是春天呢 它是冬天呢 还是夏天呢 还是秋天 秋不秋冬不冬的 它就这样一个时候 恰恰这个时候呢 真的是容易发生呼吸道的这个疾病 容易形成流感 所以大家出门在外 一定要加强自身的防护 派生调那个前方 这是我们下期待的 人的家伙雇 本里还是闻红色的 消毒了 自然说 我们下期待 韩咯 能太期待 也 帖 我们下期待 宽